只有耶穌基督拯救 他要深一個兒子,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, 因為他要把他的子民從罪惡中拯救出來。 瑪太福音1.21 神愛世人,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, 叫一切信他的,不自滅亡,反得永生。 約翰福音3.16 耶穌對他說:「我就是道路,真理,生命,若不值著我, 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。」 約翰福音14.6 在別人身上也沒有救恩, 因為天下沒有別的名字賜給我們, 我們必須因此得救。 使徒行傳4.12 因爲我首先將我所領受的, 就是基督如何照聖經所說為我們的罪而死, 交給你們。 祂被埋葬了,第三天祂又復活了。 我們必須充分理解四個真理。 一,上帝非常愛你。 祂希望你同祂一齊在天堂上獲得永生。 神愛世人,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, 叫一切信他的,不自滅亡,反得永生。 約翰福音3.16 。 祂希望你同祂一齊過豐富,而有意義的生活。 賊禮不是要偷、殺、要偎。 我禮是要叫他們有生命, 叫他們有生命, 叫他們得住更豐盛的生命。 約翰福音10點10分。 此為止, 許多人並無經歷過有意義的生活, 都不確定自己是否擁有永生,因為。 二,人本性是有罪的,就是祂與上帝夾絕的原因。 所有人都犯了罪,因為世人都犯了罪, 規決了神的榮耀。 羅馬書三點二十三分,因為貪財是萬惡之緣。 提摩太前書六點十分,罪的公價是死,因為罪的公價乃是死。 羅馬書六點二十三分。 正經規定了兩種類型的死亡。 獄體死亡,正如祂被指定給人一次死,但在之後的審判。 希伯來書九點二十七分。 熟靈的死亡,或在地獄中與上帝永遠分離。 但那些膽怯的,不信的,可憎的,殺人的,的,無私的,偶像崇拜的,說謊的, 都要在用火和硫磺燃燒的狐女佔有一席之地,就是第二次死亡。 抵視錄二十一比八。 如果人因罪而與神隔絕, 禁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是什麼? 我們常常認為解決方案是, 宗教,善行和良好的舉止。 但上帝只有一個解決方案。 三,耶穌基督是通往天堂的唯一道路。 是上帝的宣告。 耶穌基督對他說:「我就是道路,真理,生命,若不值著我, 沒有人能到負哪裏去。」 約漢福音十四比六。 聖詢基督對他說:「為我們的罪付出了全部的懲罰。 因為基督也曾為罪受苦, 異人為不異人受苦。 為要把我們帶到神面前, 在肉體上被處死, 卻被聖靈催促。 比得前書三點十八分。 我們藉著他的補血得救贖。 照著他封聖的恩典赦免罪熱。 二乎所書一比七。 他有永生的應許。 信子的就得永生。 不信子的就得不到生命。 唯有神的憤怒常在他身上。 約漢福音三點三十六分。 因為罪的公家乃是死。 但神的恩賜乃是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而得永生。 羅馬書六點二十三分。 四,我們需要相信耶穌基督才能得救。 我們的救恩是由於上帝的恩典, 透過對耶穌基督的信仰。 因為你們得救是本福音。 是恩著信。 不是出於你們自己。 是上帝的恩賜。 不是出於行為。 免得有人誇口。 以弗所書二八至九。 因為凡求告耶和華明的, 就必得救。 羅馬書十點十三分。 聖人的討告。 憑信心討告。 主耶穌非常感謝你愛我。 我承認我是一個罪人。 我請求你的原諒。 感謝你死在十字架上。 賣贓和復活。 以償還我所有的罪業。 我相信你是我的主和救主。 我接受你永生的禮物。 我將我的生命交給你。 請幫助我服從你一切的命令。 在你眼中討喜悅。 阿門。 阿門。 如果你信靠了耶穌基督, 以下事情就會發生在你身上。 現在,你與神同在右永生。 是真我來的各位的旨意。 要凡見到個兒子, 信祂的都可以得永生。 我要在末日叫祂復活。 約翰福音六點四十分。 你所有的罪業都以得到償還和赦免。 過去、現在、未來。 但是這個人。 在祂永遠為罪獻上一次祭物之後。 就坐在神的右邊。 希伯來書十點十二分。 在神的眼中。 你是一個新造的人。 是你新生活的開始。 因此,如果有人在基督道, 他就是一個新造的人。 舊的東西已經過去了。 看邊。 萬物都變得新曬。 不臨多後書五點十七分。 你成了神的兒女。 但凡接待祂的人。 就賜給祂能力。 要祂成為神個兒子。 甚至賜給祂那些信祂名的人。 約翰福音一點十二分。 善行不是我們得救的方式。 而是我們得救的證明或果實。 因為我們是祂的工作。 在基督耶穌裏被造。 為要行善。 這是神從前命定的。 要我們行在裏面。 至乎所書兩點十分。 上帝保佑你。